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永博士 他是今年第二次到我们重庆大学 他在翻译研究跨符号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 他先后在中国翻译以及向国外的一些期刊 比如说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abel, Continuum, Media an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Interpret and Translator Trainer, Meta,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等国际核心期刊发表了论文近60篇 也曾经在澳大利亚、波兰、英国、美国、印度、加拿大、土耳其、中国大陆、港澳、台等 等国家或地区一百多所大学做过讲座 他这个钟老师2009年荣获澳大利亚国家教学创新奖 和2010年文学院文学院长学与教最佳学术贡献奖 今天钟老师的讲座题目是传播理论指导下的外宣翻译新思路 当然我想我们的外宣翻译现在是越来越重要 特别是对在座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翻书的学生 是将来的翻译工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现在中国日益崛起 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 所以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音 所以我们的外宣 还有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治国方列 比如说我们习总书记 还有我们整个中国的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 方列传递给国际社会 所以外宣对我们国家来讲非常重要 越来越重要 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在座的这些翻译学生 将来的翻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钟老师的这个讲座非常的及时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好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钟老师做讲座 我和崇大 也是一回生二回熟 很高兴见到范老师 有老师 还有小随 还有其他 还有学生吧 上次有没有见过 举举手 有一部分 可能有一部分 对 哇 一半 对 所以呢 万一有问题 你们积极一点 帮帮我 拖一下 对不对 因为你们是熟人啊 题目没变 但是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 我把这个留在了desktop上面 因为我相信 对于你们这个年龄的研究生来讲 你们主要的日子在后边 你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啊 更多的视角啊 更多的想法 那么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的话 可以在这里 如果跟学术写作有关的话 这是我在各地的一些讲座的链接 我去到哪里 我都尽量和大家分享 因为在我看来 学术无价 能分享最好 那么这是学术方法 写作等等 国际发表的四个视频 可能我还要加上一两个 这个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系列讲座 也是在各个大学的讲座 那你在这里能看到 比如在西南科技大学这边 还有其他大学 那么希望对大家也会有帮助 包括最后那一个是一个同传的 关于同传的documentary 一个real person show 也是一个participatory show 是一个真人的show 所以呢 希望对你们了解这个同传翻译有帮助 最后一个和教学法有关 可能跟你们没太大关系 除非呢 你有至于像我们一样 成为一个为人师表的地方 一个一种人 将来想当老师 那么这个对你会有些新的想法 包括我上次有机会 范老师给我 有老师给我机会 来到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工作坊 后来又在西安交大做 后来就拍成了视频 上次在这里没准备好 但这个2.0课程是一个 全新的理念和概念和教学的方法 我也很乐于去推广它 所以这就是各个讲座视频 留在了desktop上边 还有呢 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 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主题 而且我也相信 从这个思路 从这个角度 去探索翻译 特别是中意外 中意应 中意法 中意德等等 这是第一个 所以呢 希望对大家有点启发 有点帮助 再一个 讲到翻译效果 我相信这也是最早的一个提议 有人讲过 我自己也做过 但这个还是不多人去做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路 或者想法 在这个讲座里头 我们等下慢慢涉及到的时候再说 我们今天 在这个讲座过程里 可能会有一些头脑风暴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 一起来动动脑筋 而且是一种 有方法的头脑风暴 不是一种自由联想 而是通过一个方法来想 为了做这个 我准备了几个图形 几个图 Graphics 就Graphs 几个图形 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 也会看到一些 所谓科学性的图形 那么 也给大家一个挑战 在我一边讲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理想的翻译 理想的翻译方法和模型 模式 还缺乏一个理想的图形 我想了很久 还没想好 我也没想出来 在想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可能 一边听 一边去思考 画个模型出来 那么我先说一下 什么叫模型 我们的太极图 中国文化的太极图 实际上就是个模型 我原来想用这个模型 或者这个模型的变形 来表现翻译的最新理念 什么叫翻译最新理念 大家看一看 你们会看到 你们这一代人 很讲究一个词 叫做给力 这个世界 很多国家都在讲这个词 我们把它叫 就是给以前 被我们视作下里巴人的人 草根的人 或者视作被动的人 我们给它有力量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里发声 让他们参与社会活动 让他们参与改造社会 说来说去 整个世界变了 人人都在参与 被动 消极 去消费 去接收的人 很少 所以这也是我在想的 翻译 翻译 也要改 目前来讲 很多人的翻译 都是文本翻译 我一个人 坐在书房里 study room那边 对着一台电脑 坐在桌子上 对着 拿着字典 或者在上面google 然后一边敲字里 一边看原文 一边敲字里 大家都试这种翻译 对不对 大多数 那么 它说明第一点 翻译 落后 落后于其他的行业 这一点 对那些有理想 有志向的学生 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实际上 你看 膜拜的人 怎么成功呢 他看 淘宝出来了 共享汽车出来了 爱比赢出来了 交通还没解决 我去做交通 搞这个膜拜 这个世界上需要什么 你去做什么 我给了大家一个 奇葩吧 年轻人 翻译 翻译 说不定 也能朝着同样的方向 迈进一步两步 实际上已经有了 我相信有这种网页 我忘记叫什么网页 你把任务发布在上面 招来那种投标的人 谁给我翻这个 现在已经有翻译公司 说我拿到一个作品 十万二十万一百万 我发给大家一起来做 这就叫重包 你看 如果我们不走 已经有人走在前面 再说一点 有个叫本土化 的东西 大家听过没有 本土化 localization 对不对 本地化 本土化 翻译也在强调这个 比方说 我在腾讯的学生 毕业了以后 他们做的那种欧洲的 你们看 王者农药之类的 都是从国外 localize回来 他去买人家一个版权 然后呢 把一个老外 两个老外专家 带进来 一起 跟他一起来 把它做成一个中国版 你看 这种方法 已经和以前翻译 独家翻译 已经不同了 已经有更多的 目标 用使用者的参与 总有一天 翻译 会考虑到 读者在里头 参与的作用 甚至会 给力读者 让他一起参与翻译 实际上 已经出现了 苗头 比方说 电视联系剧的 美剧的翻译 经常就是某个小组 这个小组 经常就是观众 他对某种官方翻译 或者某种专家翻译 不满意 自己组成一个小的团队 来做翻译 把这个 一个美剧给翻过来 他就是读者翻译 他翻出来的效果 就更加接近读者 大家看一看 这个 以前我们认为 作品是一个人写出来的 但你现在可以看到 作品已经可以有 不同的读者参与 写了 翻译也一样 我们以前说的是 翻译把一个文本翻出来 但我相信 总有一天 而且是 读者会参与到 翻译创作过程中 那我们怎么去推广 这种理念 比方说 假设有一天 你要去做 创业的 你要去推广 一种新的翻译模式 或者一种新的翻译APP 等等 你怎么去做 你要把一个图形 给做出来 告诉别人 这是我的工作程序 这是我的工作理念 而以前的人的文本翻译 属于这种翻译模型 我的属于这种新的翻译模型 所以 言归正传 今天 我们会探讨一种 新的翻译方法 而且 我相信这个新的翻译方法 会出动 推进我们中国的对外翻译 否则 我们一辈子 用同样的方法 第一 完成不了任务 第二 落后于时代 所以 说的不好听 经常有人批评 我相信 连中国 我在中国的学者圈子里 都听到 大家自我批评 说我们的翻译 就是自娱自乐 以为翻给老外 实际上都是翻给领导看 领导还不看 最后便能做着自己看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 有一些新的思考 说不定 有一天 我会把这图形改善一下 会变得更好一点 但是呢 我们今天先探讨一下 新的方法 我们先 再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主题 中华思想对外传播 讲到这个 我要提一下 有些文化是很难传播的 比方说 一个很弱小的民族 一个很弱小的文化 说的不好听 我这个说法有点不好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非洲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第一他没资源 没人力 没智慧 没条件 没手段 去推广他的文化 他只能等待 外边的人来学 考察 研究他 我们中国也一样 比如说一个小村子 很难推广他的文化 因为他实力有限 所以第一点 在我看来 中国文化外宣和翻译 要做得好 实力很重要 一定要有足够的实力 我举个例子 一带一路 突然就在国内 每个人都知道 我相信 国际上 稍有文化的人 也都知道 我尝试过 在澳洲问很多人 Do you know or have you heard of One Road One Bill Project 确实我问到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它背后 有一个强大的实力 什么实力 中国花很多钱 去投在落后的国家上 帮助它去发展等等 那这个就不是说 几个亿 几十亿 是几百亿 几千亿 这些数字在国外的 国家或政府 和老百姓听起来 都像天文数字一样 有实力 你才能做到 但说到这里 我也要 说一点批评的话 除了一带一路 这二三十年 中国很少有些概念 可以流传到全世界 比如说不要说全世界 就流传到发达国家 周边发达国家 比如说日本啊 澳大利亚 韩国都很少 而我们接受了 别人很多智慧 那就说明 我们可能有实力 或者是这个实力 还没找出来 或者还没做出来 也可能是 我们有硬实力 我们可以花几十亿 几百亿 几千亿 但我们还缺乏 一些柔软实力 那就告诉我们 第二个环节 这边 这个第二个环节 就是不仅仅是要做大 有实力 下一个是要做大实力 所以 这在我们 我只说 我觉得这是各行各业的责任 在高教里头 我希望 老师和学生 不仅仅是学文化 而且是做文化 什么意思 就是把中国的文化 给做出来 所以涉及到翻译本身 我就觉得 翻译不仅仅是 再去学翻译 文字那么简单 你要想一想 我怎么把中国文化的作品 给做出来 不仅仅是用中文做 而且是用英文做 这个时候 你在不断地努力 才有可能把中国文化给做大 中国可能 我们现在知道 老外不知道 我们把它做成英文作品 就有人知道 这也是一种翻译 这在我看来 这叫做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说到这个事 我就说 另外一个 问题了 今天我们 比较散 但我会有一个主题 不断拉回来 我们会有一些 旁交侧击的东西 大家学翻译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 叫Roman Jacobson 他有一个什么理论 他对翻译 怎么个分类法 有没有人 举手 特别我两个月前 见过的学生 同学 有没有 这个是要 你脱场的人 要出来了 给我救救场 有没有 男生 上次好像 那个男生很积极 是吗 没有 上次哪两个女生 坐前面呢 印象给我很深刻 特别积极 特别投入 坐在这两个位置上 哪两个女生 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也是 缺什么 去学什么 大家猜一猜 Roman Jacobson J-A-C-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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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59年 对翻译 进行了一个分类 怎么个分类法 他分成三个 三种翻译 第一种翻译 大家猜是什么 那个男生 告诉我们一下 语类翻译 语 语记 怎么 英语怎么说 inter 非常close you're very close to the real world inter lingual translation 第一个 第二个呢 inter inter 就语言本身的翻译 实际上语言本身的翻译也可以做 比方说 你把孔子的画 译成今天的画 你把孔子的画 译成连环画 你把孔子的画 做成视频 它也是一种 inter lingual inter 在同一个译 但第三种 inter 太厉害了 我们并排讲了 你可以上来了 我们可以 这个男孩子 上次你没来 上次也来了 坐哪里 但是太厉害了 这个 我相信你们老师已经记住你了 机会更多了以后 inter 什么意思 什么叫符号计 就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 比方说 把孔子的一个文本 翻译成视频 是一种 inter lingual 也是一种 inter simile 如果你把它 把它再翻成了英文的试题 或者有英文的字幕 或者配音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inter semiotic 加上inter lingual translation 对不对 所以 你会突然发现 哎呀 翻译的路 广了 以前只有一种路 就是文本翻译 就是翻译一个人的证书 一个合同 一篇文章 一个论文 或者一本书 你会发现 哎 突然就光了 幻幻思路 海阔天空 所以 我经常跟大家说 呀翻译死掉了 大家说那怎么办 我说还有其他的翻译准备 要去研究 你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上去研究 去参与 去实施 inter semiotic translation的人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技能 需要更多的知识 需要更多的实践 很多人 现在的翻译都太难了 只是想我把 我曾经就是 我有过很多机会 去变成更优秀的人 比如说 中国曾经有最好的报纸 请我去做软次三那种活 大概在八十年代 就是 叫我整合各种的外文 整合成中文 我没有去做 比方说 中国最好的当时的 唱片公司 请我去把英文的歌 重新改写成中文的歌 我没有去做 所以错失了很多机会 我希望你们要知道 哎呀 这个世界 除了文本翻译以外 还有很多更好的机会 希望大家去忙 特别是你 既然知道了 Inter-Semitic 如果不去努力一下 白知道了 作为研究 作为老师来讲 我觉得也有一个可以做 就是要去研究 讲到这里 我提一下 为什么中国出现一个 伟大的翻译家 而且是个学者 叫严福 你们猜他位置 后来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再也出不了严福 这也是一个百年问题 我简单说一下 严福这个人 真的不是文本翻译 你去对照他任何一本翻译 和他任何一个援助 你会发现 他是个很糟糕的翻译 他打破了翻译的一切规则 和一切标准 比如信达雅 被他踩在脚下 但是 他是一个研究型的翻译 我们每个人 翻完一本书 在干嘛 就去找下一本书 就去等稿费 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 做的东西 如果你成为我们 我这种翻译 像你们翻译以后 你连我翻译书的机会都没了 因为这个世界书已经死掉了 你将来最多的 最可能参与的工作 就是每天 等着你的那个翻译公司 在网上给你发来今天的任务 你把你的任务翻译出来 这个任务呢 很可能是合同 很可能是技术说明 很可能是毕业证书 死亡证书等等 没有任何技术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没有什么智慧含量 没有什么思想 没有什么创意 如果你不参 你不变成那种思考型研究型翻译 这就是你未来 你今天你就可以知道 你三十年以后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说的 除了讲我还有一种励志 希望你们去探索各种可能 第三个环节 就是我们翻译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中国文化 中华思想 走出去 到目前为止 是很失败的 我想来想去 成功的一个例子 就一带一落 但那是用钱铺起来的 所以 这也说明 你们将来机会大把 特别你们这些 你们去研究中国文化 去把它重新塑造出来 把它重新创造出来 把它重新翻译出来 换个方法翻译出来 那么 中国文化 对外宣传翻译 是有成功的指望的 是有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失败了 不要紧 因为我们从来没想过 要当研夫 我们只想拿稿费 只想完成工作 但你们下一代人不同 我们再问问大家 关于外宣翻译 有很多问题 大家可不可以 想到任何问题 在这以下方面 比如说在什么人翻译 在什么人出版 什么人阅读 有什么知名的翻译 外宣翻译家 或者有什么作品 他们有什么方法 他们有什么新的思想 创造出来什么新的思想 有什么典型 让我们知道 一种很成功的典范 或典型 能不能想到一些 如果能想到 补充一下 如果不能想到 我们就把我 这个就当做 我刚才的一个总结 能不能想到一些 新的想法 如果想不到 我们可以先不说 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 第一 如果想不到 什么新的想法的话 它说明 我们在这方面 乏善可乘 第二 说明我们缺少一些 新的思想 新的做法 新的方法 我们缺少一些反思 我们不能每年花掉 一百多个亿美元 日要搞翻译 结果最后搞出来的作品 一无是处 等于浪费纳税人的钱 不好 那么下一个 我们看看 目前的争论 其实这个是刚才一样的 现在大家 到底是外国人翻号 还是中国人翻号 你会看到 比如说一说到莫言的作品 大家说 你看还是老外翻号 一说到毛主席的选词 毛泽东诗词 大家说 哎呀 还是中国人翻号 大家争论 争论这个 什么人议 也是翻译圈里 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 应该是由专家来议呢 还是由一个专业的翻译工作者来议呢 还是由谁来议 我们应该议什么呢 应该议毛主席语录呢 还是议孔子的作品呢 还是议 比如说我现在看网上经常流传 中国什么针灸啊 什么中医啊 还是养生啊 比如说有一个大学来咨询我 他说我们要议一百本书 议到国外去 他说你觉得应该议什么 他让我选择 其中养生之道 有中国的那种民间活动 有少数民族文化 有领导人著作等等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 翻译标准 基本上大家关心的还是怎么信达雅 和怎么样传神达意 在方法上 争论的 基本上还是 比如说一些术语 到底是音译好呢 还是按照意思来译好呢 比如说君子 到底应该是一层gentleman好呢 还是一层君子好 大家都在争论这个 还有一个争论的就是规模够不够 我们到底翻得够不够 是不是还要多翻 还是要少翻 我给他的结论就是这个 有问题 有争论 但是无心意 无解法 没解 争来争去没意思 比如说你说外国人意好 可能中国人也有很厉害的 你说中国人意好 可能外国人也有很厉害 这些争论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 这是我对他 我的一些答案 知名者 知名的翻译 老外多一点 就把中国作品意义到了国外 在国外的翻译里头 学者多一点 中国的翻译里头 学者少一点 这实际上是有意义的 等一下我要说 现在连很多中国的典籍都交给了那些 叫翻译公司去 我觉得这也是浪费 纳税人的钱财 除非 翻译公司找到很好的人 在 一什么 我先不说 还有一个方法上 现在大家可能不再去讲信达雅了 但是还在讲传神达义 比方说 这是 最近的一篇文章 翻译方法 大家争论比较多 我下一页还在讲 下一页会讲这个 有些人 他就强调音译 有些人就说我要异议 这种就是 基本上就是永远是 没有结论的一种争论 外宣作品到底多不多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不够呢 实际上已经很多了 比如说有一个国外的专家 美国人 他译了十几本中国的典籍 包括论语兵 顺子兵法等等 这个世界上 翻译 甚至不仅仅是翻译 出版 传播 规模最大的 实际上是中国的书 老外的是圣经 中国的是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 你都想象不到毛主席语录 印刷 发行了多少本 据说二十一本 二十一 现在的人士 每三人可以有一本 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 根据中国翻译的 原老 翻译局 老总 王友宜的 统计 目前 中国人承担的翻译 中翻 外 已经超过了 外翻中 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 可能每一本书里头翻译 是九十九本 是从外文翻到中文 现在的工作量 已经倒过来了 中意外 已经达到了 百分之五十四了 再说 《道德经》 已经翻译了一百多次了 出版 翻译 《论语》 翻译了 出版了六十多次了 所以从规模来讲 实际上很大 但是从效果来讲 还是乏善可乘 也说没有 所以这个规模的争论 在我看来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有一点就是 当然也不能说 就已经够了 可能还不够 比方说 按照 这个是谁 这个是 傅英英的统计 史记和资质通鉴 到目前没有权利本 了解这个信息也有用力 就是说如果没有意义的 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去意义 不过关键的一点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些意义了那么多 最后 没什么效果 还要反复意义 也要去思考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 也要去探讨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 我不多讲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因意和意义 到底哪个好 比如说赵燕春 他就认为因意不好 而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传播工程 就要求能因意 最好因意 或者有个新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两种道路之间 方法之间 真是没有效果的 我觉得最聪明的人 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方法 我非要用哪一种方法 聪明的人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探索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方法 还有更聪明的人 有各种方法 我在里头灵活选择 灵活使用 去达到一个最好 最佳的翻译效果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理论 2005年开始推出的叫 Time-based translation 方案翻译法 我根据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去进行翻译 选择我最好的方法 媒体 载体 和等等 去进行翻译 所以在我看来 现行的很多翻译争论 没有什么意义 我也不希望大家 过多地去争论那种 没有答案的那种 争议 没有意义 去探索新的 去学会选择 学会利用 更加重要 当然你要做到这些 你要学会一种研究的功能 本事和能力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做一个小的 这种抢答题也好 或者一种 大家想想 这几个应该怎么意 这三个 天命怎么意 大家想想 这是官方提供的三个版本 你有没有第四个版本 天命 我们中国人的叫做什么 四十或五十之天命的天命 城市 谋士在人 城市在天 那个天命 天命怎么意 这是一个中国的概念 这是官方提供的三个版本 如果要你去 如果要你去评判 哪个 有哪个例 你怎么评判 怎么分析 大家想想 有没有人去试一下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当做一种互动 熄悉一下 有没有同学举手 你觉得哪个好 或者你能选 你能推出第四个也可以 第五个也可以 有没有 我们 我经常说我是江湖郎中 我想起江湖郎中说的话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捧个人场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捧个人场 要看他的语境 对 我们要看语境 然后跟语境的选择 其实那个或者说其他的方式 包括这个里面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还需要 这四个就是天命 后边加上一个破乎的那个 一个意义在里面 像是解释性的 在后面再次 就是直接用这个批评 对不对 那这位是老师吧 要讲特别好 实际上这位老师 在给读者一个选 你看他的翻译 考虑到读者 我今天说最好的翻译模型 特别是未来的翻译模式 越来越多的要考虑读者 你在给读者一种选择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天命 也可以选择 哎呀我不明白 我就看括号里头 什么意思 对不对 要这个处理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 天命可以当作是自然的规则 然后运行的那种规律 对 那如果你选第二个我 那我建议还不如改成 the law of the nature 因为你说的是自然的规则嘛 毕竟中国人还不是一个信教的国家 而且有些细节上 即使是中国你翻译成上帝 也应该是翻成神 应该是the truth the law of the gods 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单一 除了我们现在的领袖是单一 以前的神都是多神教 他们生活在一个多神的社会里头 对 挺好 这个很好 这个有点类似 那你说一下 为什么你都要比另两个好 其实如果我在想 把这个翻译 the law of the nature 可能有个机会 对人类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有可能 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是 并非一个严格的一种 叫真正现代的法治社会 那你在想 the law of the nature 那你可以让人家去感受到 中国人可能不一定看中法治 但会尊重天 所以我们经常说天人合一 或者尊重自然 当然了 人家会说 那你尊重自然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自然搞得那么差 也有可能 不过呢 这给我们一种探索的空间 很好 对 the law of the nature 另外一点 the law of the nature 自然讲到 连自然都有法则的话 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可能自然的法则 跟人类社会文明法则 是有区别的 所以 我觉得最好的翻译是 让人有一种想象和思考思辨的空间 那么你这个挺好 有没有其他同学新的想法 男同学 女同学都已经 哦 刚才有男同学想 还有其他想吗 我给自己挖了个角落 刚才说男同学讲 女同学讲 第三个找谁呢 找不错 我走去 再提一个 这些翻译都有一些问题 无论你怎么翻 因为这些翻译呢 它本身 我们经常说 when a word has appeared for too long it has become loaded with too much meaning 任何字用久了以后 它都天生带有某种含义 让人先入为主的想到了什么 说到这里也在说 言符的味道 言符经常不是翻译 它是造译 它造出来新的字 新的词 来完成翻译 这一点很味道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说我们现在的翻译 百年不再出言符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悲剧 这些争论 实际上我们无论怎么争论 最后都是纠缠于 数量 规模 纠缠于谁去议 特别是一个整体的谁 比如中国人还是老外 学者还是翻译 我们纠缠于哪个方法最标准 哪个技巧最好 我们纠缠于这个 没有人去提效果 到现在还没有 我只知道一篇文章 我只知道三篇文章是讲 国外的翻译在中国的效果 我知道一篇文章是在国外 谈中国对外翻译 八龙八尺翻译效果 那么很荣幸的说 这四篇文章我都是作者 先来自我推销一下 也说明还是很少人做 我相信你去研究这个效果的话 新的学生 你会有新的机会 你不能再走 我们走了几十年的老路 你要去走点新力 没有人去探讨 没有人去探讨 谁在读 怎么读 我们说要给力读 还没有人去研究 谁在读 怎么读 我自己也没研究这个 但是我希望 现在可以开始 在这方面下功夫 包括今天的讲座 包括为这个讲座 准备的材料 包括以后 我还要继续探讨 问题是 最悲剧的是 这个争论 不但是没有结果 而且这个争论 同样的争论 还会无效的继续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潭死水的主要原因 下面开始进入今天的图表 我们大概有四五个 看时间吧 我看我有多少时间 希望今天结束以前 能看到某个同学 可以在自己的纸上画点什么 做一个图形 来表现出一个翻译的过程 一个翻译的活动 一个翻译的做法 它既带有我们翻译的作用 也带有读者的作用 既可以包括译者在里面 也可以包括读者在里面 可以表现出读者发挥的作用 可以吗 尝试一下 哪位同学如果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 挺好的 我还会不断的提醒大家 但是我们先看一个图表 大家先认一下 能不能看出点什么花样 说到这个 我在打查 我要提到现在这个社会 单一学科发展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定要夸学科 学科交叉 千万不要以为翻译就是技巧 千万不要像有些学者认识 翻译就是音译 我怎么把声音给译出来 或者翻译就是翻译意思 我把意思给 翻译不是一种技巧 翻译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 多学科知识 在内的一个范畴 一个东西 比方说 中华文化 中国文本 中华思想对外翻译 绝对不仅仅是翻译 它有一个across language across culture 所以把它叫做对外 而且它不仅仅是翻译 它是一种传播的过程 是一种交流 沟通的过程 所以既然你是一种传播交流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应该用传播的理论 communication theories 来检讨它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传播理论的模型 来检讨它 这个模型是由 Shannon做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出处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同学可以去查一查它原文 它的意思是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应该有这几个环节 每个环节必不可少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这不是一个完善的 一个不可挑剔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七十年前设置出来的 四八年到几年 是不是七十年 对啊七十年 刚好七十年 七十年的一个 我们用七十年的以前的模型 来检验今天的对外宣传工作 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做到位 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做到位 我们应该有点内疚 按照 Chanlon的说法 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传播过程 应该有个information source 那你可以 把比如说把论语或者孔子 想象成一个信息来源 它通过一个transmitter 那在这里可以把我们翻译 想象成一种transmitter 一种媒介 一个中介 把它传递给一个receiver 这个receiver 假设可以是某个澳大利亚的工人 也可以是某个澳大利亚的学者 也可以是一个某个澳大利亚的商人等等 最后它再不断的去补充或者inform澳大利亚的文化 智慧去提升或者补充澳大利亚的文化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但是直到今天 绝大多数的翻译 都只关注到这两个 关注 我们是翻论语呢 还是翻一带一路呢 还是翻墨言呢 还是翻白鹿园呢 还是翻什么 我们只关注到翻译 甚至关注到翻译用什么方法 但我们没有关注这个 谁去接受 谁 我们要对什么样的文化产生影响 我们没有 这就是绝大多数 外宣翻译 到目前 犯下的一些 或者一些局限 或者一些问题 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了 不多说 包括纠缠技巧 啊 注重规模速度啊 太单向的去翻译啊 一厢情愿啊 不知或者轻视效果等等 嗯 还要提两点 无思辨 无创新 讲到诗变和创新 我等下又以言辅为例子 那么大家看看下一个图形 实际上我要说到 真正有一天你要去做学术 特别你将来如果要读博士 不知道读什么 研究什么 你要注意到 今天我给你下点这个idea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你在读博士的时候很重要 这是绝大多数 国人研究生忽视的 很多人做一个项目 做一个博士 是把中国一个环节讲清楚 把一种真理讲清楚 把一种知识讲清楚 实际上 在国际上 最好的项目 最好的课题 最好的研究生学位 是怎么拿到的 第一 第一 他讲 一个环节 一个社会 一个方面 一个客观的现象 第二 他讲 我是用一个什么工具 去分析这个客观现实 我对这个工具有什么改善 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研究生 只注意到第一点 我讲客观讲 这没讲实实百道理的 他忽视第二点 对工具的研究 对工具的创新 和对工具的改善 我告诉你最聪明的 我见过最聪明的经济学家 他一辈子像当学者都知道 每年要发表多少篇文章 有些人 有些人 他一辈子 他一辈子就从 比如说 我认识的人 他从国家数据 那个 Census 叫什么 Census 叫做 叫做 调查老百姓的 叫什么 普查 人口普查 他跟人口普查 建立关系 就不断的问别人 要数据 每年重新分析 但每年重新分析 的同时 他把那个 Equation 什么叫Equation 就是等式 把那个等式 多少加多少 除以多少 除以多少 倍多少 除 然后等于多少 他每年都改善这个等式 每年都可以发表一篇文章 这个等式本身的提升 就是一篇文章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有这个智慧的 只是我们现在忘记了 比方说古人有句话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他每做一件事都在不断的改善他的工具 学者也要这样子做 我们今天做的也是这样子 我们不断的去探索翻译 也去探索翻译的模型 我们讲讲严辅了 这个还是刚才的model 但是他经过了改善 这个model 也是Shanen提出来的 他在一个同事的帮助下 对原来的model进行了改善 他这个同事叫做weaver 好像我看叫做weaver 对weaver V呢 应该是weaver 可能我打错了 应该是weaver 可能我打错了 我赶快先纠正不要误导大家 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型和刚才的模型有什么不同 赶快提一下有没有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你现在提了等一下 我就不问你了多好 和刚才的模型有什么不同 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什么 反馈 反馈 我宁愿把它当做input 但是反馈也很好 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应该是 我给你什么 你给我什么反馈 我再给你什么 再得到反馈 不断改善 对吗 但是再走下一步 我希望变成一种co-author 一起合作做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改成input 我看这里是feedback 对 如果是我 我会把它改成input 你看 刚才我们说 大多数的翻译只关注这个环节 在我看来 沿浦已经很关注 读者 以及读者后面代表的文化氛围 我举个例子 大家想一想 沿浦怎么 沿浦实际上真不容易 沿浦这个人做的事是很危险的 他在1899年发表了他的一本 译著叫天眼 天眼论 对 你们猜1899年还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有一个变法叫什么变法 什么 戊虚变法 戊虚变法 基本上就是维希或者什么变法 对不对 死了几个人著名的人叫什么 叫什么六君子 戊虚六君子 戊虚六君子 对 戊虚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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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他和严福什么关系,他们这六人,他们实际上是同党的,但你看严福就安安稳稳地活了下来,而且严福后来做了什么? 严福做了皇帝的顾问,我再说下去,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严福伟大到什么程度,或者职位高到什么程度,你们猜严福在个人成就上做了什么?除了翻译,做了皇帝的太师以外,还做了什么? 给了我们一套理论叫信达雅,还做了什么? 什么? 对,翻译了,对,著名几个名著,七个或八个的翻译者,还有什么? 实际上中国第一个国歌也是他写的,想不到吧? 第一个国歌是他写的,北大前首任,不是第一任,就是第二任的校长,也是他,他自己开过自己的学堂, 他的学堂就专门教俄语,就中国第一个学堂很可能,外语学堂,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还办过自己的报纸, 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这人太厉害了,为什么?他是个思想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翻译, 所以我们现在翻译最好的结果就是,哎呀,我可以升官发财,调到哪里去当一个什么,最好当个副部长了,当个什么? 但是颜复是真厉害,他不仅是副部长级以上,而且他在人类的智慧上有贡献了这个人,但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他的六个同党被杀掉了,他飞黄同党。 原因之一,大家都去讲歪门邪道,他换个方法来讲,他第一,本土话,第二,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翻译,翻译给谁看,就用谁的语言来翻译,所以你去查言符,经常有人对他的分析和批判是说, 他用的是先情后汉的文体来翻译天言论,那么我下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用文言文, 而是要用先情后汉的文体来翻译天言论? 什么? 对,读者是士大夫,中国的士大夫是怎么来的? 都是科举,科来的,对不对? 都是对那种文体特别感冒,特别热衷的人,特别热衷于先情后汉, 但就像我们有些人早上起来先背唐诗诵词,以前的士大夫背的是更早的文学经典, 每天起来背着手,你们可以看到一些电影都有这种描写, 背着手就在那些朗朗上口地在读某些东西, 所以,严福这个人心中有读者,而且他的读者,他可以精准定位到士大夫, 为什么?中国当时就没有几个十字达文的人, 中国当时的这个十字率可能是百分之一都不到, 他可以有个聪明的判断, 我就是写给士大夫,朝廷要员去看, 我就是要写出来让他们愿意去背诵,朗朗上口, 不知不觉改变思想, 所以说严福厉害, 所以这也是我, 而且严福,我们的人翻译, 无论翻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 士大夫,我把我们叫做书灾翻译, 从来不去想,读者怎么想,读者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走出书灾, 即使我们中国的翻译, 所以我上次见到翻译, 我说你真要翻得好, 还不如反正都花那么多钱了, 再花点钱, 把翻译派到国外去住一阶段, 让他在国外去议, 在国外的图书馆, 找国外的人一起合作来议, 多好, 你花那么多钱在国内, 一来一去没有什么效果, 一来干嘛, 这是严福给我们的启发, 严福已经不关注原文了, 他关注的是receive, 他关注的是影响力, 所以我说这个人厉害, 所以别人批评说, 他的翻译既不信又不答又不痒, 人家说要不增不三不改不不加, 他是又增又三又改又加, 但是他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好, 所以我希望这个模型给大家也有一些启发, 也去思考一下将来自己翻译怎么翻, 再看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和刚才的模型又有什么不同, 跟刚才的两个模型, 这个模型也不是我建立的, 是别人建立的, 我把它拿来用, 我刚才说到, 我研究了一个个案叫袁天鹏, 他的口译实践, 以前的口译就是, 比如说我把一个人的讲话译给他听就行了, 但是他在南唐安徽一个村子里的翻译实践, 他是让他的听众一起和他一起来探讨, 一个国外的翻译规则怎么本土化, 他建立出一套本地的会议规则, 别人会把它视作localization, 本土化, 在我看来远不止本土化, 他给了读者力量, 叫给力, 他让读者参与到这个新的智慧的生成和创建过程, 它是一种创造型, 创新型的口译, 其中有一个口译, 但他以口译为主, 所以我就借用了这个model, 这个model, 大家看一下, 这个model在某种, 我觉得, 给我有启发, 我可以拿来用, 但我觉得不如太极图好, 太极图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大家记得, 我开始给大家看了一个太极图, 对不对, 在我看来太极图更好, 但基本上我可以用这个, 这是一个人, 比如说可以试翻译, 这个可以是一个读者, 按照Shanan的第一个模型, 就是从翻译到读者, 是一个线性的传播过程, 按照他的看法来讲, 就是一种循环, 在不断循环的过程, 比方说, 按照他的说法, 翻译要寻找, 或者找到, 或者制造出最好的符号, 来表达这个思想, 然后他要用一个载体, 比方说是书, 或者是电视, 或者是音频, 或者是, 莲花画, 任何东西, 然后, 传递给, 传递给他, 他怎么传递呢, 他就通过接收, 和主动的解读, 判断, 去接收, 然后, 他怎么提供反馈呢, 和这个input, 他的投入, 他也用一种符号, 或者语言, 或者什么, 来表达他的反馈, 然后, 用一个载体, 传达回去, 最后呢, 由他来receive, 和interpret, 在我看来, 这就是原天鹏的口译模式, 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讲原天鹏, 因为我们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一个个人的经历, 我在八六年, 我还记得, 清清楚楚记得, 八五年, 我跟谁讲的一句话, 以及他给我带来的结果, 我八五年, 研究生毕业, 我大概已经翻了五六本书了, 我跟我一个好朋友, 叫肖达, 我跟他讲, 我说, 我要成为中国, 五大翻译之一, 这就是我的理想, 我相信你们之中, 也有人有过这个理想, 五大翻译之一, 你们才肖达, 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让我心灰意蓝, 你们猜他怎么说了, 如果让你去打击一个人, 你怎么说, 他雄心壮志, 雄心, 叫什么, 雄心勃勃, 我要去做中国最好的五个翻译之一, one of the top five translators, 然后人家一句话, 你怎么说, 看看我们来比一比, 看谁更加刻薄一点, 哪位女同学, 女同学, 女同学说, 我想被女同学打击一下, 怎么说, 那位同学笑得那么, 能笑的人一定能说, 说, 怎么打击, 就你, 就你, 其实我是可以, 我当时85年, 不到30, 20多, 已经翻译五本书了, 我说可以的, 我已经翻了五本, 我再翻五本, 不行, 我再翻五本, 还有没有其他说法, 但是他很厉害, 这是不是你经常跟你弟弟说话的方法, 就你, 就两个字就,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男生, 刚才就一个男生说话, 其他男生说说, 我们比一比, 看我们能不能比女生更刻薄一点, 他说这句话, 还是有刻薄的地方, 特别是您今天多少岁, 90后吗, 93, 我真90后, 90后, 比我这个50后的人, 还厉害, 怎么都超不过他, 有道理, 可能就是, 所以也要想想, 有时候我们要鼓励一下别人, 特别是老人家, 不要让他心灰意乱, 对不对, OK, 但这个已经很好, 我这个朋友, 我还记着他的名字, 一方面是他深刻, 一方面是我恨他, 不会我一个梦想, 我的中国梦, 另外一方面, 我跟他还是好朋友, 他说, 无论你怎么翻, 你都是别人的作笔人, 或者Mouthpiece, 叫什么, 猴舍, 你没有任何创新, 他当时对我打击很大, 因为我一辈子, 中间创造点什么, 我决定, 我赶快出国读书吧, 就出国读书, 这是他给我的打击, 回到我们的主题, 要找到新的翻译方法, 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 但它是一个新的口译方法, 这个图, 基本上可以表达出, 这口译方法的流程, 方法和走势和模型, 但它不完善, 我觉得这个图不好, 进入下一个图, 这也是一个传播模式, 这是一个叫做Steer Who, 的一个模型, 他给我启发很大, 这个人, 以前, 我一直以为, 意义是作者决定的, 文字是意义写的, 作者写出来的, 它什么意思, 由作者说了算,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罗兰巴斯的书, 提到The Death of the Author, 我第一个想法, 是为什么写了书, 人就死掉, 后来才理解了, 他意思说, 意义不是由作者来决定的, 是由读者来决定的, 是由读者和译者, 共同发生化学反应决定的, 这就是一种叫做, Incoding, Decoding Model, 他说, 意义不是我用作者, 我用某种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 表达出来, 而是读者通过把自己的认识, 判断, 体验, 经历和人生经历, 世界观, 读尽了我这个符号, 产生了意义, 所以它叫做Incoding和Decoding, 我无论我选什么符号, 不同的读者会把不同的意义, 读尽Decode到这个符号里头去, 想想有道理的, 虽然我们曾经相信一个字顶一万句, 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就说到了, 读者不同, 哈姆雷特也不同, 说到莎士比亚也很厉害, 我刚才说言符, 我顺便说一下, 为什么伟大的人那么伟大, 言符绝对不仅仅是翻译, 他翻译的过程中还在思考, 还在创造, 包括创造新的语言, 莎士比亚也一样, 你们现在莎士比亚里头用到的很多的成语, 习语, Edims, Slanes, 都来自于这个人, 所以他那么伟大, 换言之, 如果我仅仅是搞一种对等的忠实准确的翻译, 我永远成为不了一个思想者, 你看, 言符, 莎士比亚都是新语言的创造者, 说到这里, 专门提一下, 任何一个作品, 任何一个意义, 甚至一个词, 它不是一个人作者单独做出来, 通过encoding做出来的, 它是通过读者, 解码, 解读, 判断和作者一起生成出来的, 以前我们以为意义是固定的, 实际上它告诉我们, 不同的读者在跟作者交往, 或者发生化学反应的同时, 在制造出新的意义, 这是一个新的模型, 我也把它的出处放到了这里, Steer Hall, 1980年之后, 你会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模型是不同年份, 从1940年, 49年, 48年一直到, 随着年代的进步, 我们模型也在不断不断的复杂, 或者深化, 或者更加的完善, 更加的先进一点, 这也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工作, 和我们的思路, 也要不断的提升, 完善, 复杂, 发展, 等等。 我回过头来, 再批评我们现在的翻译, 我用这个模型, 来表现现在的外宣翻译的基本的做法, 时间里限制, 我先看, 我别太拖太紧, 我尽量早点结束, 让大家有一个互动, 你们看, 刚才的模型是一个完整, 无论哪个模型都是一个完整的模型, 我们没有走到, 我们只走了中间一个环节, 从翻译到目标, 基本上是单向的, 是线性的, 甚至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们会达到那里, 我们怎么呢, 我们通过寻找对应和对等, 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工作就是, 去寻找一个对应词, 或者一个对等词, 或者是声音的对等, 或者是意义的对等, 它把翻译简化成一种搜索和寻找的过程,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文本翻译, 我再说一点, 我读的是, 我以前搞的是翻译, 我说我被打击了以后, 去澳洲移民, 然后有一天突然想我要读书了, 我这个时候我要去读博士, 我要去找导师, 在国外是要找导师的, 我费尽九牛二虎, 找不到导师, 为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新加坡人叫康恰, 他是个professor, 他考虑带我, 他最后说, 对不起, 我带不了你, 为什么, 我问他, 他说, Our committee decides, That translators do not have brains, 很气愤的, 他委员会说, 翻译家是没有思想的人, 没有头脑的人, 而我们博士是要有头脑的人, 最后, 没有读成, 后来我改成了, 所以我改成了学传媒, 就是这种, 这个原因, 所以你看我们大家的大多数的翻译大家, 最关心的就是找到那个魔力词, 去准确答应, 漂亮的把它表达出来, 但缺乏了一些东西, 它是简化的过程, 只是寻找转换和解释, 它缺少深度思考, 缺少研究, 缺少创造, 这是很致命的, 我今天也没有给大家说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我希望同学们知道我们的弱点, 以后可以去针对性的改善弱点, 以后在学习和事业发展方面, 做出更多的努力, 做得更好,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图形, 我根据刚才Steel Hall那个图形, 把它给改造出来, 实际上是我还是不满意, 满意什么地方, 翻译, 它有了一种encoding, 它要去做一种encoding, 而且是一种critical encoding, 什么叫critical, 意思你要去思考, 什么东西最更好, 什么东西另类, 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有没有创新的可能, 是一种critical encoding, reader也通过critical decoding, 来参与到这个翻译过程, 但是大家会问, 同时一本书, 我怎么跟读者去, 一起合作, 一起互动, 一起去促成化学反应呢, 下边这个金字塔很重要, 要讲这个, 可能还要下回分解, 这个是我预先准备好的一个讲座, 还没讲, 下次如果再给我几个讲, 第一个, 这个实际上是前传, 我先做出来了, 后来发现不满意, 我今天早上又做出了这个, 专门讲这个模式, 在我看来, 我们怎么和读者去发生互动, 怎么去创造, 怎么去促成化学反应呢, 是这个,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翻译, 关注的是一般的小作品, 商业作品的翻译, 或者文本的翻译, 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各种文本, 假设你有足够的支持, 假设你有政府的青睐和资源, 你可能会拿到一笔经费, 去翻译, 论语等等, 或者翻译, 主席的什么语录之类的, 你拿到钱, 有人给你出版, 可能有机会, 但这些人会少很多, 中国可能有, 比如说有三百万个翻译的话, 我估计真的能参与这个工作的, 也就是几千人, 但是中国最少的人, 是概念型的翻译, 大家给我举个例子, 谁是概念型的翻译, 我们再收尾了, 我们再回到起点, 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 谁是概念型的翻译, 在这方面, 有两种人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 但这两种人在中国都不太多, 第一种人, 严福这种人, 严福一本书, 在中国推出了无数的新的概念, 包括最著名的一个叫做, 物尽天哲, 适者生存, 他还推出一个概念叫, 天眼论, 你以为他是在翻译, 实际上他翻译完了以后, 他在不断, 像我, 我也是, 我在做出2.0课程以后, 我到处去讲2.0, 现在已经讲了60多所大学, 光2.0课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概念, 需要这种新的思路, 我去进行概念的探讨, 我再告诉你们一点, 如果是七八十年前, 你用的汉语里头, 中文里头, 很多新词都是严福造的, 但是不信, 严福这个人太少, 丽丹世宝, 他最后大多数的术语都被取代, 比方说天眼被什么取代了, 被什么, 进化, 进化谁翻的, 这在中国也是个学院, 也是个秘密, 没有人知道的, 日语里过来的, 今天我没有给你们看一个表, 有时候有些表不方便给大家看, 但是我就, 就这样说, 我们用的四颗语言, 起码百分之七十是八十是日本的, 不知道吧, 大家经常说的是日本人借了我们的语言, 实际上日本人借了我们的汉字, 他们的学者和翻译, 他们翻译在我看来就典型的学者性翻译, 一边翻译一边探讨, 一边去发文章, 一边去讨论,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我就给你们看一个表, 看一个, 看一个, 看一个类别的, 字,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要看一看我的视频在哪里, 看这里有没有, 这是我另外一个, 这是我另外准备的一个, 这是左边, 第一行, 第三行是原福的翻译, 第二行, 第四行是日本人的翻译,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的实际上是日语, 为什么, 我们应该责备自己, 我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 觉得不觉得任务很沉重, 觉得不觉得心情很沉重, 这些都是日语, 这些是严福的翻译, 这些是日语, 这些是严福的翻译, 中国就J字打头的, 比如说加杰作, 这个J字拼音打头的, 都大概日语都含大概两百个, 所以说我们80%讲的是日语,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有一个提法, 叫中国和现代文明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够努力, 说这个比较沉重, 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想说, 说的有点沉重, 所以说, 我们的翻译应该成为一种思考型, 研究型的翻译, 学者也应该去多探讨中国的概念, 你光去翻论语, 第一不会有人读, 第二不会有人懂, 你还不如把中国的一些概念拿出去做学术, 所以我下一个解法就是, 还不如写论文去争取发表, 让在国际的学术圈子里, 根据这些, 和这些概念有关, 跟中国概念有关进行一些讨论, 比你去翻译大部头好得多, 这些布头是没人看的, 你就看看自己现在谁还看书了, 你看我们一年, 去翻的书有什么用, 还有所谓的点接, 没有任何作用, 还不如鼓励学者, 多去开会, 鼓励翻译学生, 多去研究怎么把其中的精华, 像岩浮一样把它给做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如果讲的不好, 或者讲的有冒犯的地方, 大家多包容, 如果有问题, 欢迎提问, 请问和中老师不动, 我来画更衣衣吧, 跟那个看那个, 要来想, 好, 那个中老师还谢谢你的讲座, 因为前两次的时候呢, 我因为有事情, 所以大家没有没有过来, 我觉得很遗憾, 今天第一次听你的讲座是我的那个, 我感觉是很impressive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ambition的一个学者, 心怀高于影响的学者, 不是输在行动, 这个是承认的敬佩的, 所以感谢你们这种追求, 然后我的问题呢, 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 第一,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 我想知道您对传媒, 传媒研究是做过传媒研究的, 或者说刚刚在,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讲座, 来做到传媒研究了,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说的, 关于我们的外宣, 外宣的效果, 对吧, 因为这个讲效果的话, 是我们东西在国外的那种, 无论能为效果, 所以就是这个的话, 我们做的比较少, 我想在我们国内, 对于我们国内的角度来讲, 做这个效果的话, 研究的话有一个局限性, 因为效果研究肯定涉及到接受者, 而我们跟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太遥远, 那您知在国外是不是有一定天然的优势在这个里面, 做这个效果研究的话, 如果我们国内的学者做这个效果研究, 应该是什么困难, 然后呢, 应该怎么克服, 这是一个问题, 首先说是我的荣幸, 能和大家交流, 真的是我荣幸, 我也没想到从大会, 两个月内给我第二次机会, 实际上我特别感激, 谢谢各位, 第一个问题, 这个很难, 我连国外我都找一百三十几个人, 做一个研究都很困难, 所以呢, 第一, 人家看的人不多, 第二, 国外做事你没报酬, 不行, 但是我又没有资源, 不像国内那么多钱, 所以挺难的, 我们的做, 我解决方案是我把它做成我一个项目, 我找几个研究生一起做, 那么变成一个团队作品, 后来发表了四五篇文章里头, 大概有一篇, 有一篇是, 有两篇是同学排第一作者, 另外两篇是我排第一作者, 所以这种合作可能好一点, 第二点, 国内我相信也在改善, 比如说你去北京, 特别上海, 摩都这种地方, 老外有些地方比中国人还多, 但是老外来这里也学坏了, 也要样样都讲钱, 没有报酬也很难做,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 讲到这里还要讲, 所以这也是我对中国, 特别是当权者的一些希望, 为什么我到处讲, 也希望这个故事能传过去, 中国访问学者和博士生, 现在在国外的生活费, 还是两千美元左右, 在美国两千美元, 在澳洲两千澳币, 在英国可能一千三, 一千四英镑, 这真的是贫穷人的生活水平, 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政府应该多派学者出去, 特别给他们提供比较好的生活资源, 我们连那个, 连做卫生, 连那个做市政卫生的, 他每周的, 周薪都有一千五, 一个月都有五六千, 那我们中国学者出去, 再给两千, 我觉得太少, 多给点, 让他们多留点, 另外一点就是, 翻译这些一年一百个亿, 翻来干什么, 还不如把学者派出去, 让他们出去翻, 出去去研究, 比如说, 那去到澳洲, 就都是澳洲人了, 那就很好做研究, 但这些不是我们能, 能说话的地方, 或能改善的地方, 这要中央去做决策。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以前跟我的研究室, 也有好多个问题, 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一个, 链接上面, 讲的是习近平的, 这个制作理政, 他那个书的翻译,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 他有些翻译原则, 其中就包括, 外宣读者的对象, 是普通人常用词量在两千以下, 所以他说外宣书刊的注意事项, 用词量应该少于两千, 我就不知道, 这个标准是怎么设定出来的, 您做这个研究有没有? 他们拍拍脑袋就设计, 很容易的设计, 拍拍脑袋, 飞起来, 飞起来, 什么设计的, 对, 我觉得, 如果你去设计, 这些东西, 无论你有两万, 两万也没有人多, 两千也不会有人多, 我觉得, 但是我刚才没有讲, 但我有一个幻灯片里讲到十三五, 中国需要这种外宣作品, inter-semiotic, 刚才提到inter-semiotic, 大家肯定在微信上流传过十三五神曲吧, 你看它就是概念领先, 什么叫十三五, 它用概念, 根据概念把一个作品都做出来, 第一, 第二, 它换了一种媒体来做, 第三, 它无论是谁翻译的, 它的说唱是由老外承担的, 它的那些音乐配乐什么都很现代, 动漫也比较好, 我觉得中国需要, 也不是说啥作品都没有, 有一两个, 但不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我今天跟院长花时间来接见我, 还提到收定将来可以看一个福记, 自己翻译的课程为研究中心, 那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东西, 那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东西, 所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但是我还上门课, 对不起, 早点沟通我就不讲, 到时还需要大家继续支持, 我对钟老师的讲座, 总结了几个关键词, 不知道恰不恰当, 问大家参考, 第一呢, 我觉得钟老师今天这个讲座, 提醒我们要善于思考, 那钟老师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你不善于思考, 你今天就知道你30年后像什么样子, 我在猜想, 钟老师说的话, 意思来就是说, 你如果不善于思考的话, 可能就很难发生改变,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不善于思考的话, 基本上你走不了30年以后了, 甚至就没有明天, 对不对, 当然30年以后人还是大, 只不过你没有价值,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善于思考, 今天很多问题, 我觉得从钟老师讲座, 这个体验是一个, 人要善于思考, 我也就能跟大家聊了个问题, 对不对, 你人不善于思考, 尤其是现在那个时代, 知识更新速度那么快, 床头都途径那么多, 再像以前那样去, 就因为以前的背叛词啊, 背后中心, 没用, 关键是要有别的方法, 对不对, 那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 我觉得钟老师讲的内容很结合现实, 贴近现实, 我们做任何事, 不管是搞学术研究, 还是做任何事, 都一定要考虑一个背景, 考虑一个境, 对不对, 你来钟老师讲的一带一路, 我们经常想到,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中国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一带一路, 整个世界的大背景, 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 在那种多元文化共存, 一带一路的一个背景下面, 我们做发言的该做什么, 我们要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 当然我们也需要了解世界,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做任何事要提及那个现实, 也不要去做一些, 现在不关的东西, 可能就更难为作用了, 第三, 我觉得钟老师讲的, 我觉得对钟老师讲的, 总结, 这个关键词就是总结, 就才商量总结, 我们不单是要经常做翻译, 而且还要经常总结经验, 我发现钟老师不单是总结经验, 而且是很善于把经验上当理论, 你看那么多模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是, 今天听到时候, 思考很多, 深受启发, 我相信大家也深受启发, 更多的以后, 经常跟钟老师进一步沟通交流, 还会学到更多, 好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 我也感谢你们, OK, Thank you, 谢谢, 谢谢,